今天在这个找的是一个河里面一个拐角拐弯的地方 水深大概在三米多不到四米三米多深 钓这个玉米的时候由于子线很长 勾坠也很大 我们钓的时候这个拔子环不要显得太小了 这个拔子环太小的时候 它那个转的比较慢 转的比较慢的情况下 你这个子线就很容易缠在一起了 一个甲鱼在附近把头露出来了 在哪里 下去了 刚才这里一个头露出来一个野生甲鱼 它会不会是看着飘落 或者是爬爬爬一下子勾着挂个甲鱼上来 哈哈 我那个第七届钓我没得钓王的一年 它比赛的前一天我在那个池子里面去训练 钓这钓一杆子下去一个黑标一打上来 钓一个四星多的甲鱼 然后我把钓网一钓起来就放到那个 那个装鱼户的那个 那个里面拉链一拉 鱼户包里面 拿回去晚上把烧着吃 第二天一比赛得个钓王 钓甲鱼阴影不大 要钓个龟阴影才大 浮漂有小信号 像是上层的小鱼在拱那个线拱那个漂 哇 吃了一口啊 没吃进去 但是不知道是莲蓉还是草鱼啊 但是刚才吃了一口真的吃了一口 但是口不大 没吃下去 天气降温了 我上次不在那个江苏的一样钓鱼就是这样吗 先用玉米钓效果不是太好 后来一改饵料效果就好了 所以我也 我感觉到这里冷 我也尝试一下 那么叫饵料就要重新调个漂 调个大概十目十一目的样子 然后再来粗饵料钓底 会不会下去就中雨呢 会不会下去就中雨呢 打点窝子啊 快把伞搞一下 好 我说要换耳料吧 好像有点大呀 哇这草莓好大 链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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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子啊 铁子啊 我刚才说窝子里面 我说这个晃了晃了就像个链子 链子 铁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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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发地了 啊 Falcon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我靠 好大呀,我靠 这下软了,第一竿 掉个十一斤的帘子 我不喜欢你,走走走走 我还以为是个草,我说怎么不是灯口 哎呀,什么人 钩子直 我说要换那个吧,要换耳朵 我再钓,刚才用的海溪钩,钓草鱼 钓草鱼之后,后来钓了个帘子 钓个帘子,第二竿下去一换耳料 又重了 但是感觉那条鱼好大 直接把十二号海溪钩拉直了 现在换成大鱼杀手后 一是你 胖子没控制住 我说我钓一杆 这个好像有信号,胖子说 来吃饭,师傅,来吃饭,我来 我把碗一单上了,他一坐上去 一个黑瓢,打个拼 气死我了 这鱼瓣好差呀,这鱼瓣 你看到谁,你看到小 头的钓鱼,师傅抱 有口,我这 有动作的,老万 有口 我靠,什么鱼啊 我说要清点羊吧,现在 好像比胖哥那个鱼大一些 大一些,看着大鱼 我明天就直接钓鱼 鱼大不大就多了 十一八九咬我火 你呢? 我说钓草鱼的,他来个这个 他找得很 别慌着走 他感觉这些鱼他没有 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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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的大小的 大小的大小的 他突然一下发力了 他那个鱼脚活得很 大小的 大小的大小的 大小的 快去炒一下,快快快快快 你这个炒网不行吧 小了 我要他把线崩掉 免得他等会打架了他就 炒得注意了 这个炒网还不行 虚无炒网你没拿出来 我的天哪 炒了 哎哎哎 炒了 哎哎哎 炒了 哎哎哎哎 这炒完全不行 你也把短子打得高 有没有钳子 没有,调了 我们的准备的 只能炒个十几斤的炒网 谁知道这鱼都 这起码20多斤 哎呀呀快让一下让一下 它发力的 哇发力的 飞的把溜翻这不溜翻起不来 你看你看 你刚才他只要用 刚才他只要用一点力 你这个鱼就跑 我来看我还我不敢搞啊 两个手直接抱着丢上来 哎你这不行的 他一动你抱不住的 他拿个鱼回来一抖啊 哎呀不行 狗子小心 我说了不行 你这危险的很的嘛 这狗子挖了挖毛巾叼的 又跑了 我说你这不行的 下车筋 来判过来刘 我都让开 来刘过来判过 松 雨它大了 糊的放不了 他先把雨放了放了 就这放 哎呀我的乖呀哥哥 哎呀他紧张了 紧张了 哇可好肉啊 乖比他总是断线 妖怪都是 我脚陷的泥巴里 就来扯不出来 大家好我是邓刚 我现在在千岛湖 现在才早晨5点17分 为什么这么早 我家猪是掉呢 因为昨天打的那个窝 听朋友讲 那番薯已经被 青鱼咬过来 所以我也早点出发 我担心青鱼在窝子里等我 等得着急 出发了出发了 出发了大青鱼 张着嘴 哦 等着了 来来来 我都可以都可以 这样子 天刚亮我们就到了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大窝这个地方 我先来看看这个番薯它有没有吃 哇都吃完了 哇老汉都吃完了这 这昨天刮的这么大一串 那个大家伙这么大 都吃完了一个都不剩 脑子肯定有鱼了 天才刚刚亮啊 不知道你们这看不看得清楚 今天选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一个岛 这个水库中间一个岛 岛的一个嘴子 这上面都是石头 我就不掉正前方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就很多石头 我就掉这边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啊 水深 它应该藏鱼 今天用的是10米的竿子 用的是巨物竿啊 然后线长是差不多23米 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线呢 因为前面是20米开外的 吊点是做的窝子 那里水深都已经到了14米左右 千岛湖这些地方 钓这么大的鱼 一般的水深应该在10米以上 18米以内 这个水深才合适 太深了 巨物它也潜不下去 太浅了 钓的鱼太小了 这个吃鲜是20克的 然后尾巴是夹粗 这已经很粗了 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浮漂呢 因为这个大水面 它都会形成走水 如果这浮漂小了 有一点风浪 它一走水 这浮漂的浮力不够 砰 下去不见得 所以不仅要浮力够 还要尾巴粗 在千岛湖钓鱼啊 一般的都是用番薯打窝 番薯钓 为什么要用番薯打窝 番薯钓呢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可能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螺丝 我反正在岸边看的 看的上面都扒的是螺丝 这青鱼可能对螺丝来说 可能它是已经吃得厌烦了 想吃点素 这个番薯呢我们也不能把它煮的全部都熟了 熟透了以后啊 它的那个太软了以后 小鱼很喜欢吃 所以把它煮的外面是熟的 中间是生的 这样的话第一挂钩呢 它这个挂的挺好 第二呢它就是大鱼还比较喜欢吃 先这样挂进去 然后再从这样出来 勾间露出来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双钩 双钩保险呢 但是你要这边挂一个这边挂一个也可以 但是我习惯于挂在一起 这样的话它一吃 一进去两个钩都挂上它了 这就特别的牢靠 但是它子线是一样长啊 子线不一样长 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就这样 这么大 没有八十斤吃不进去啊 你们可能说这个十米的竿子 二十几米的线 这个番薯怎么抛出去 这甩大便吗 甩不了 这个时候只有两种方法 要么就用小船把它送进去 如果你担心小船的声音干扰到这个钓鱼 你也可以用打握手 番薯放在上面 揍你 这个线一定不能打直了 打到前面去 一定要把它拖回来一点 因为这水太深了 它是斜的就不行 第一竿不能打窝啊 直接掉 因为窝子里说不定就有一条 不打 哎呀不一定呢 不一定 不打不打 不先拿着 先别抹上去了 别让先拖地上去了 小奶青买着 十多斤 劲打得很 好大劲啊 哎呀 你就是个耐心啊 哎呀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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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先到活的金鱼 这么大个番薯 十斤左右的鱼 一口吃下去了 所以我现在换一副钩 因为它下面全是石头 这个紫线在上面受了一点伤 换个紫线稳当一些 说不定下一个就是100加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用通线 而因为用紫线 它一伤的时候 你要换的话 整个线组都要换 那又调标要着底 麻烦死 所以换一个紫线就可以了 用打点筋 打点筋 再来 来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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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是小的 今天钓个小鱼窝 这个点头就不是大家伙 大家伙他不点头 怎么感觉好有劲 这在水底下几米就看得见 比刚刚的大一点 大一点 好就这 今天钓了个奶清窝 来把它放了 你再别跑回屋子去吃了 哎呦我这个天呐 哎呦快来快来快 你累着了吧 快走快走快走 哎呦 黑一下 黑一下出来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里又黑一下去了 这个肯定稍微大一点 也大不到哪去 又起来里面 它这起来就不大 都上到水面上来了 所以像牵牛样才行 这不是牵牛 不大不大 鲤鱼吧 好像是个鲤鱼 红的 十多斤的鲤鱼 好大个鲤鱼 一二十斤 十几斤 鲤鱼啊 哎呀 等一下别动别动别动 好大个鲤鱼啊 这个大 这么大这个斑鼠 这么大个鲤鱼吃进去了 我真是 我这牵着鱼的嘴 它肯定张 看着这么小可以张这么大 哎呀放着放着 哎呀这大鲤鱼 我这个天 这嘴 现在看出来嘴部小 这好厚 这嘴唇真是厚 这么厚的嘴唇 这鲤鱼狠了 十几斤 嘴唇这么厚 这么大个番薯 一口就吃进去了 刚才还有三四米 就看到红的在里面翻 我说 不可能的 怎么是红的呢 上的是个大鲤鱼 连续钓了三条小的 现在这一缆 有半小时 没见动作了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补一点窝 补个这那个小拳 补个三拳 啊 这种手刨的话 一来没那么准 二来还容易 还容易把鱼受筋了 你心事吃法了 哎呦 拖了拖了 大扰了 这个鱼帧有点大 啊 对有点大 这个鱼有点大 我马上丢了 拖了 刚才跑的一条 肯定是今天最大的一条 但是它具体有多大 还感觉不到 它就是吃的特别谨慎 小动作小动作小动作 最后吃吃吃吃吃 吃的送起来了 送起来了 应该再等一下 没忍住啊 还是激动呢 天快黑了 我也熟了 今天掉了一天 就上午一下子 四口打中三条 不过都挺小 在我印象中 牵到湖的鲸鱼 起步应该是八十以上 没想到 在这么大的水面里面 也有十多斤的 这个奶清 不过我不会心 下次我还会再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